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叶场所 骗子 赌徒 爬手 这些地下层的市井之间的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 他在他的故乡米兰附近 龙巴底那个附近 来到罗马寻求他的这个机会 终于呢碰到熟视他的人了 有一个重要的红衣主教叫做德蒙特 那这个主教呢就对他优荣有加 那当然也受到他的故乡卡拉瓦桥 这个地方的贵族的这个友情的关系 对他非常的照顾 可是这个卡拉瓦桥因为性格爆裂 常常带箭上街 在当时罗马有一些禁忌 例如说晚上女人不能出城 所以那些娼妓啊 可能就打扮成男人 画上胡子 出门躲过这个戒严的那些夜间的警卫 他们的这个注目 那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见 那这样子呢 所以他们暗地里有暗地里的生活 那甚至呢 除了军官以外 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待见之外 一般人不能像卡拉瓦桥这样子 有火炮浪子 也待见上街 所以呢 他在罗马呢 渐渐受到庇护 但慢慢也适宠了骄 然后他的个性又很火爆 那么混迹于这个事情已久啊 所以似乎还不能够 很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虽然他有一些才艺呢 也画了一些作品 可是呢 我们只知道 他在以圣马太的召唤 圣马太的寻难 以及圣马太与天使 这几件作品成名之前呢 他还不算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人物 我们只知道他脾气很暴烈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 这三件啊 其实都在同一件教堂的组画 其实这是两组画作 有一组画作是 大概是320公分乘340公分 接近方形 非常接近 它不是方形 那原来可能就是 这个建筑上有两个这个墙面的这个尺寸 它就有一点点接近方形 大概就320多乘340多 两件都一样 那么这个夹墙呢 他就画了一组作品 那么就大获成功 这两组作品呢 这两件一组作品呢 就是有名的圣马太的召唤 那么 以及圣马太的寻难 那有趣的就是 他先画圣马太的寻难 因为这个戏剧化的 悲剧的 这个主题啊 他比较 严肃 他先画这个 之后呢 他又画了圣马太的召唤 那么大概相差 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哎呀 那这个就受到这个罗马人的注目 因为这个画家呢 他在为教堂绘制壁画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的概念是 像米开朗基罗 他100年前那个画家 一直到他那个时代 大家都是把画画在墙壁上 绘制壁画 可是他却要画在画布上 然后之后再安装上去 那这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原来可能架了高台 想要在这个墙壁上制作 但是这个制作是丈量啊 然后这个打稿啊 可是米开朗基 这个他们那一辈的做法 就是他们先做好的这个图稿 这个图稿是圆寸大的这个底稿 我们称之为卡通 把这个卡通呢 描摹上这个墙上 那依据你的这个细密的这个手稿啊 再仔细的描绘 可是卡拉巴旧呢 他有一个才华 就是他能够对着真实的人物啊 极心的做话 他反而愿意在这个画面上 图图改改而不愿意 做完一个完全的 准确的草稿 然后再以这个 以这个分毫不差的这个工作流程啊 把它移到墙面上 所以这个天分 以及这种适合他创作手法的媒材 那当然就是油画了 油画有一种 有一种柔软的 具有弹性的 可以反复的参详 然后斟酌的一种 一种特性 让你可以图绘修改 那我们当然知道最好的油画 是不容你图来改去的 可是对于 具有极性爆发的 爆发力的画家 具有能够对紧写声的能力的人 然后 还有他必须要 要有这种 临上战场啊 然后对着景物 那种刺激跟那种 那种 有一种逼迫感的 那种情境啊 他才能发挥他的才华 那么油画就是最好的材料了 那么这个画家呢 他就 他的工作程序呢 我们就慢慢来说他 就果然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需要模特 他这个模特并不是 供他打草稿 然后收集各种姿态的模特 而是 把他装扮成 他所要画的人物 然后就 组成一个群像 在他的画室中 然后打上光线 然后变成像一组镜物啊 或者一组 这个 木头的人物一样 就在那边静止不动 他开始画它 这些模特的 当然就是很 很吃力了 不能动 或者 他必须要撑 撑住一个姿态 然后甚至呢 这些模特是 花很少钱请来的 或者是 或者找朋友来帮忙的 这些人都来自于 那个酒馆 来自于这个 风月场合 甚至他们 刚才 这个办圣人 圣彼得 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扒手 办这个 这个圣马太的 可能就是一个赌徒 所以我们 我们在他的画作中 看到一种奇怪的感觉 就是 他画的圣人 怎么都像市场里面的人 脚底板黑黑的 然后胡子没有刮干净 然后那个额头上 很深的皱纹 穿的衣服 是他所设计的颜色 可是这些人的橘子 他的指甲里面 缝里面 还有 还有一些黑黑的感觉 这个卡拉瓦乔 并不把这个 他所设 这个安设的 这个模特的形态 把他美化成 一个圣贤 应该有的姿态 或者一种质地 或者某一些呢 他所应该塑造的 那种情境 他反而很直率地 把那种人的特征 画下来 那我们就说 他的神圣人物呢 跟现实的 市井之徒的形貌 他混淆了 那这个混淆 是他的画作 是被批评的原因 那当然他在画作 描绘这些人物的时候 他们的姿态 他们的这个动作呢 也往往从 我们的生活经验出发 所以他们并不是那种 超然于现实中的 那种高涛的姿态 而是 你觉得很生动 但这个生动呢 一旦你觉得亲切感 油然而生的时候 他的神圣感 就慢慢地变淡 甚至荡然而无存 所以卡拉瓦乔的画作 就出现两种问题 一种问题就是 他的描写能力很高超 然后很写实地 把模特的那种形貌 描写出来了 那第二点就是 他的人物的动作 姿态甚至表情呢 他所显现的气质呢 渐渐远离了 人们所塑造 画家所塑造 观众所期盼的 那种神圣的气势 我们就觉得 他变成一个 他把神圣的宗教化 变成风俗化了 但是呢 他又有这个 后面有支撑他的人 让他接到了 一些大大小小案子 一些委托案 那么就以1599年 就是这年动工的 这两件主化 在一个教堂里面 有一个红颖主教 委托他做的 这个主教呢 他很有趣 他是在一个 叫做法兰西人的 圣路易教堂 我们知道在罗马 那个时代 例如说圣约翰教堂 圣路易教堂 这都是以圣人的名字 来命名的教堂 但是呢 他前面可能会 灌一个字眼 就是说 弗兰切斯卡 我们就知道 法兰切斯卡 我们以为是 这是一个人名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 法兰西人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教堂是 法兰西人出钱 用法兰西语传教 那甚至还有 弗兰塞 就是说 弗兰翠人的教堂 那就好像就是 同乡会啊 他们用这个语言传教 那我们知道 意大利文 就算弗兰翠地方的 托斯坎地方 那个语言 跟罗马也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有钱 然后剑 然后来主持 这个教会 也是某一些人 那么 就是这个 法兰西人的 圣路易教堂 其中呢 那个主教叫 康塔瑞里 康塔瑞里 他呢 就委托卡拉瓦乔 来画了 两张画 就分别是 圣马太的召唤 跟圣马太的寻难 真有趣 圣马太名字的 原来的名字叫做 立位 各位可能有时候 会在这个 马路口 我记得我好几次 在这个忠孝东路 跟这个复兴南路的路口 会看到 有些人在发传单 或者请你捐款 就是立位人的家 你们可能听过 立位就是圣马太 圣马太 他原来是一个税吏 就是会算钱的那个人 那我们知道 这个耶稣 讲过很多话 例如说 妇人要进天国 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 或者说 你们要像孩子一样 才会上天国 他讲出很多这些话 让人家猛然警醒 让你 因为什么身份 过惯你的生活 然后依你的价值观 来判定人生的 你已经僵化了 那他就 给你脑袋敲一下 就说 你们这些人 一天到晚在算钱 在累积你人间的财富 你们永远上不了天国 那么 他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使徒呢 就是 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税吏 税吏就是 是专门算钱的 怎么样去收这个账 那 卡拉瓦乔最棒的一张画 他的成名之作 就是在 1599年到1600年 这一年之间画的 一两年之间画的 这一张叫 圣马泰的召唤 那我们在这张画面 一张 很方的一张画面上看到 这是很幽暗的一个场面 然后呢 画面的这个 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一个墙面很简单 然后呢 背景上 关上了两扇窗 这个很有趣 他可以画墙面就罢了 他干嘛要画窗户 把它关上了 我们就会开始联想说 这是一扇 关上的 的窗 有趣了 就是 就是窗关上了 你会想把它打开 那打开来会 我们会看见 什么新的世界 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事物会进来呢 那就在这个窗子的下面呢 就有一个方桌子 有一个人呢 就坐中间 那么三个年轻人就围绕着他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穿着这个 很体面 他的模样啊 头上还戴着帽子 这个帽子上面 还有些羽毛 面目也非常的漂亮 很像是个富家公子 反正跟钱啊 是不拆钱的这个 这样的人家 其他的年轻人呢 也打扮得很漂亮 还有这个画面 正中央背对着我们 然后头呢 就往右一瞥 看到这个 右方呢 有一扇窗户打开了 而这窗户就 撒进一片光 这个光 撒进来的方向 是斜斜的 然后就是一个 大概是倾斜的 20度往下 撒下来 刚好照着这个 桌子上面 人的脸上 那这些人呢 有的还低头 在那边算钱 完全无故 这个不管这个 这个黑暗的场面 已经被一道光 所照亮了 那其他的人呢 另外一个老人 也调整他的眼镜 端详着这个 桌面上的钱 所以说 有数钱的人 也有仔细看的 数钱的那个人 那么 圣马泰呢 就 微微地把脸 一转 向这个画面的 这个右边 也就是他的左边 我们这样讲 以我们的方向说 往右边这样 一看 有一个人呢 在这个阴影中 手指的他 那他旁边 那个美貌的少年呢 头上戴的帽子 很漂亮 还高高的 有羽毛 那个少年也跟着他 这两张脸就迎向了 这个开着的透镜光线 那个窗户 背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年轻人 也看向这个窗户 很有趣哦 看向窗户的这三个人 头上都戴着帽子 就是说 他们好像 好像是三个容貌上 比较好看的人 那么 看着这个帽子呢 那么原来我们就 顺着这三个人的眼神 就往画面右边看 果然有一个人呢 他就守着 伸着指着他 他说什么话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的头上呢 他在阴影之中 隐隐约 透出半张脸的亮面 那头上有一道光环 他就是主耶稣 那么 在他旁边 随时他旁边 有一个人背对我们 我们看不到他 可是他的头发很花白 我们就会猜 那一定是圣彼得 耶稣常常出现 常常都有一个 年纪比他大的一个使徒 那就是圣彼得 那这里面的人物呢 那那一群桌上 算钱的人呢 中间呢 一个中年男子 有一些胡子还蛮长 戴着帽子呢 还蛮体面 算钱的税率 一定比较有钱啊 他就 手就举起来 左手举起来 就看着那个 顺着光线 指着他 那那个光线 那只手呢 好像就 发出光一样 照在这个 这个立位的脸上 然后立位就指着手 说你在叫我吗 就是这个姿态 那么这张画是宁静无声的 完全由光线的那一条线 那条线呢 多长呢 已经从这个画面的右边的这个三分之二个高度 一支斜向画面的正中央 我们以这个三百四十公分的宽度 这个斜线有超过一百八十公分 就完全是一条光一根影之间的一条斜线 它非常完整 它也很长 它直直的斜斜的 而这样直接的指向圣马太的脸 圣马太有点疑惑 抬起头来说 哦 这张画就是圣马太的召唤 这个召唤呢 它有很浅白的意思说 耶稣在叫他 立位 这个当出一个声音 可是我们在画面上听不到声音 我们看到的是 耶稣的眼神 以他伸出的那只手 这个手呢 在延伸的那个光线的 那个斜斜的斜向 他的坐在那边的那个脸庞的 那一道光线 然后是这道光呢 唤醒了他 那这个光呢 就是inspiration 就是神起 我们说 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有很多的艺术家 可以画耶稣了 画这个上帝了 可是更早以前 这个上帝是不可以画的 上帝不可以画 那上帝怎么能表达呢 大部分画家就用光来表达 光就是神起 光就是上天 光就代表一切的真理 所以当上帝出现的时候 他有一个光的形貌 那么让蒙昧的人 看见了光 在黑暗的事件中 然后醒悟了一切 所以许许多多的宗教 他都需要一个 一个很暗的环境 然后他再需要一个 透入光的一个管道 这个光也许是彩色花窗 玫瑰花窗 可能是开了一扇窗的一道门 可能是从这个寺庙 或者是教堂顶端 所照下了一束光 这个光也许会因 因这个东西的方向会移动 但他所移动之处 你必须设计他 他会经过这个祭坛 或者是其他的神圣的 金色的雕塑 让这个光所照射之处 仿佛现出神迹般的那样 令人赞叹 那在这些光所及之处 往往就是祭坛所在 那这两张画呢 我们刚刚谈的这个圣马泰的召唤 以及圣马泰的寻难呢 他不在祭坛 他在一个教堂的侧边的小房间 我们称之为礼拜堂 也就是说在这个教堂里面 有好几个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的名称呢 就以委托卡拉瓦桥 制作圣马泰的召唤 以及圣马泰的寻难 这两张画的这个红衣主教 康塔瑞里来命名 所以这两张画画在法兰西人圣路易教堂的 康塔瑞里礼拜堂里面 那么另外一张画 这个是画圣马泰的寻难 其实是比较早先完成的 那张画很恐怖 他画的有一个筷子手 然后这个精壮的身体 站在了画面中心 他仿佛成为男主角了 以这个卡拉瓦桥 对于男性这个虚体的那种 美丽的这种肉感青春的那种偏好而言 他显然在画面上的这个形式上 是以这个筷子手作为主题 作为主角 他手上拿着剑 再次向这个圣马泰的时候 圣马泰呢 倒在地上 穿着这个轿袍 他的胸口已经喷洒出血来了 然后天使呢 却在这个云的上端呢 向他地上一支棕榈叶 那这就是像这个 对于这个圣人的一个致敬 那么他在世间受难 是被杀去难 可是呢 上天的上主看到了 他的灵魂呢 他完成他的使命 他的灵魂呢 就要被剑影往上 那在这个混乱的人情中呢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人物的姿态 但是我们发现 所有人物因为这个残忍的场面呢 都往四方退开 所以中间就扩然清朗 变成一个 以水平线躺在地面上 然后右手却被筷子手抓住 而筷子手却是一个直立的垂直的一个造型 就一直一横 然后非常的坚硬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结构 在这个画面中间 然后被一束光线照得非常的明亮 甚至人物苍白 那当然这不是苍白的颜色 因为他们带了黄的色彩 这是一个类似于烛光 但是比烛光还要强烈的光线 所有人物惊慌 然后向四方闪开 甚至还有奔跑 要跌倒的这个景况 在这个画面的左上角的阴影当中 有一个俊俏的男子戴着大帽子 然后跳出的那个羽毛 他仿佛是这个 在许许多多的这个群像当中 都会出现类似于一个 稍微冷静一点 看好戏的那个人物 他可能就是卡拉瓦乔 把自己的自画墙画进去 那我们看到 这两件画作 一个是呈现悲剧的 然后残暴的 然后许多人物惊慌的一个 的一个训难的场景 另外一个呢 是大家专心于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投身一个世俗的事物 然后恍然之间被打开的一扇窗 照入的一束光 猛然惊醒的那个 受主召唤的那个情景 两张对话同样的尺寸 320公分乘340公分 在法兰西人圣路易教堂的 康塔瑞里礼拜堂 这两张画很值得上网 或者找画策来对一对 因为圣马太的召唤 它比较晚完成 可是这件画作 一旦完成之后 来观赏这个画作人 在教堂前面排队 络绎不绝 他真正的成名作 就是这张圣马太的召唤 我们待会再来谈 圣保罗跟圣彼得 他们神圣的 皈依依信主 以及丁形的画作 在同一座教堂 法兰西人的圣路易教堂 还有一件 非常动人的作品 就是这两件作品 完成之后呢 卡拉瓦乔又受到了 一个委托案 这个委托案 是比较小件的作品 那它比较长 就是它比较高 它是295 乘上195公分 大概呢 就是刚刚那件作品的 三分之二的宽度 但是很高 295公分 那么它画的是圣马太 与天使 这个题材有趣了 它原来画过一张 但是把这个画送去的时候 被退进了 那它就很不高兴 人家说你画的这个圣马太 头秃秃的 然后呢 握着一个很厚的本子 然后在那边 犹豫 这个福音书要怎么写 结果天使呢 就降下凡来 他就垂下 那个大大的翅膀 然后呢 就勾搭着这个 这个圣马太的肩膀 那他手指头就指的 那个指说 你这样写那样写 给他灵感 所以他这是 inspiration of Andrew 就是圣马太 要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 天使给他 带给他灵感 可是因为太轻腻了 然后太幽默 也太这个 太生动了 这个圣人的神圣的感觉 就变成这个市井之徒的 那个苦恼的 那个反应了 这张画当然被退了 他后来当然就很不高兴 但再画一张 这张再画的这个 圣马太的天使呢 就在1602年完成 就是在刚才那个 圣马太的召唤 与圣马太的训难 这一组画了 两年之后完成 完成之后呢 哇 大家又欢迎的不得了 他开始把这个 圣马太画成一个直立的 高挑的一个构图 这个构图也是全面 几乎都是黑色的 从黑影中浮现一个 身穿橘色外袍 然后大红色披荆 的一个老头子 这个老头子呢 满烙腮的这个白胡子 然后光的头 然后在这个黑暗中 从这个头后方呢 影线一条很细 但是非常爽力 而准确的光环 在这个画面的上方 有一个天使呢 他从上啊 这个偏然而下 他下来的时候 身上卷起那个白袍子啊 变成一个很大的漩涡 很夸张 这个漩涡 它并没有惊扰的 这个整个氛围 而是让你觉得 这个上面来的旋律 仿佛呼应着 这个圣马太身上 着这个大的后袍 那么圣马太呢 一只脚站着 一只脚左脚呢 就靠在那个椅子上 还露出他的脚底板 然后脚是黑黑的 然后他呢 就回头 手还拿着笔 在这个纸上面 还在犹豫的时候 回头看着天上 降下来这个天使 那天使很有趣啊 天使像这个新少年 他是身上这个大白袍啊 变成这个螺旋循的转动 然后他就伸出桌手来 然后右手就扳着指头 第一啊 第二啊 第三啊 你要写什么 你要写什么 然后他刚好扳到那个 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 握着左手的食指的时候 哎 就是大概第一啊 第二的那个 足像很具体的 要跟他说什么事情呢 卡拉拉丘又来了 他又把那个 那个生动啊 跟那种逼真的细节 又表现得很具体了 通常啊 宗教化我们要的是 一种象征性 要一种神圣感 要一种暗示 要一种辟喻 他呢 就比较偏向于 要具体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 还是一个细节 但是呢 这张画也并不因此呢 就让人家觉得 就是太雕琢的细节 而反而在 整片的黑色的背景之中呢 有两个人物 这个人物 一个是天使 那个大翻转的白袍 一个是圣马泰 那个下垂的宽松 而大片的红袍 就是黑色 红色跟白色 三种颜色 他就创造了一个 天使与圣人之间的一个 一个紧密 孤独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 他大胆的把 纯粹的 最深层的黑色 铺满了画面 各位 这是一张祭坛的画 这要放在祭坛上面 所以 这样的一件画作 这样一种色彩 这样一种戏剧性的 它并不让人心情 沉淀下来 然后 生起一种崇高仰望的 一种心思 反而带动你那种 惊奇的 然后翻转的造型 而这种翻转的造型 又经由呢 强烈的光线 所投注在天使 跟圣马泰身上那种 那种明暗 强烈的对照 我们上次也提过 这个名称叫做 Kiaro Skuro Kiaro 就是Claire Skuro 就是Obscure 就是Claire跟Obscure 把它加起来 就是暗跟亮 这一个字是 明暗跟对照 明暗对照的一个意思 在这个光线的 这个观点来说 是明暗对照 可是我们 常常在它画面上 所感觉到 不只是这个 而是那种扭转的 螺旋的 腾空的人物 以及呢 在地上 这个扭曲的造型 这整种造型呢 它仿佛是 100年前 那个大米开朗基罗 在这个小米开朗基罗 卡拉瓦桥的 这个画里面呢 重现了对于身体 对于那种 姿态的那种 那种压缩 扭转的那种 那种一致的 高度的热情 但是呢 在卡拉瓦桥的画面 它更多的一些 光线的强烈对照 那这个对照 就让它的画面 成为一幕一幕的舞台剧 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起来 上礼拜三 我在国家戏剧院 看那个 全本两幕的 巴黎舞剧 卡拉瓦桥 它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 一种效果跟情定的传递 柏林国家芭蕾舞团的 由这个马拉科夫 所率领的这个舞群 表演的这个卡拉瓦桥 那么它有两幕 可是这两幕戏呢 第一幕戏 很多的就是 许许多多的酒馆 许多的这个青龙女子 赌徒 赌徒 算命的人 音乐家 流氓 还有甚至的那种 男性跟女性之间的爱恋 还有两个男人 一个女性 表示卡拉瓦桥 可能有双性恋的那种 纠缠 这些比较松散的 比较烘托 它整个笼统的 这个个性的 依着 这个大片的黑暗的背景 浮现出光线索 塑造的人物 形体的那种 那种欲望 或者那种美感 这是第一幕 给我们的印象 可是第二幕更有趣 它的这个 它的主题 就是圣马泰的召唤 圣马泰与天使 以及圣马泰的迅难 这第二幕完全是这样 那么看到第一幕 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去喝咖啡 那就好朋友就会聊天 说 他刚刚第一幕演的是哪一段 老实说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他这个 节目当然说 这个有算命者 炸赌人 有流氓 有什么 哪一段在演什么 我也想不出来 那么 散场回家以后 我也仔细想了一下 我也很执着 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有朋友就写了一命来 所以这个光线打的 是不是也不是那么好准确 我想的确的 后来我也想 就是芭蕾舞剧 其实它有一个很高的难度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 你跨一个界 比如说你在文学界 写一篇小说 写卡拉瓦桥 以现在的笔法来写 针对我们现在的读者 它有它的这个难度 它当然也有这个 隔绝时代的那个 可以发挥之处 电影导演也有它 可以发挥之处 它有异象 可以传递千言万语 所不能及的地方 可是舞蹈呢 它就用隔了一层 它的语言是身体 它的语言就是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呢 从黑暗中 跳脱而出 让这光线把它塑造成一个 动态的雕塑 或者呢 它在黑暗中 由光线主动地把它雕塑出来 不管它是动的 它是近的 这完全是一个黑暗的舞台 以及光线雕塑身体的一种艺术 而这个6月13号 我在国家音乐厅 看着柏林国家芭蕾舞团的 它就是在用光线 来雕塑这个人的身体 而这个身体呢 的这个主角呢 以及它所纠缠的人 它所爱的人 或者它心中纠缠着 它的意念的 那个圣马太的召唤啊 训难啊 与天使的这种神圣的主题 跟它凡俗 易怒的这种火爆浪子的 这种性情 中间有很多冲突 也有很多 你做一个舞蹈创作者 是一个导演 你一个再创作者 都会遭遇的一些挑战 你如何去转换 诠释 改写 变化 我没有办法想到这么多 但是我可以觉得 我体会到一些 就是这个精神 就是一个Kiaro School 就是明暗对照的光线 它去雕塑肉体的 一出戏码 这个戏码呢 只要给我们 以这个戏剧性的旋转的效果 以及光线的那种强烈的反差 它其实就达到卡拉瓦乔的精神了 我从这点看 我觉得这个表演 实在是太动人了 太动人了 因为有关于创作的细节 其实作为一个观众 其实不用想这么多 那就一个评论者 或者说爱好者 事后再来评论一件作品的时候 其实也常常要回到 作为一个观众本身的感动 我觉得这个剧码 给我很大的感动 当然讲回来是因为 卡拉瓦乔有一个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明暗对照 还有它的动态 就是造型上是动态的 在光线上是有戏剧性效果 我为什么体怀这个 因为这个精神到了 后面的艺术家 在汲取卡拉瓦乔的风格 以及营养的时候 他们也会选择性的 去从里面找到灵感 并且引以为用 那么我们先把圣保罗的 这个信主跟圣彼得的定情 先放下 我要提两个人 那么一个人是 稍后的法兰德斯的艺术家 叫做卢本斯 一个是荷兰的艺术家 叫林布兰 这两个人都离卡拉瓦乔时代不远 而他们都是 17世纪的巴洛克的大师 但这两个大师呢 各取其一端 那么林布兰就取他的光线的 强烈的对照效果 可是林布兰的画 几乎都是静态的 他不要动态 他甚至到了晚年 他这个把所有的色彩 都把它抽离掉了 变成画作只有咖啡色调 少少的金黄色调 然后那种从年轻时候 那种华丽的 那种浓艳的色彩 一一抽离了 所以林布兰 所从卡拉瓦乔里面 所得到 所紧紧抓住的 就是那个光线对照的 那个强烈的效果 而这个卢本斯不同 卢本斯他要的是 华丽的效果 他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 他成为画家中的王子 王子中的画家 他甚至富有 这个外交的使命 他出入宫廷 他必须要以一种华丽高贵的 这个形象 来展现他的才华 所以他的画作 绝对不可能掉入 太过强烈而阴沉的 那种林布兰式的 或者更早的 我们说卡拉瓦乔式的 这种戏剧性效果 他要戏剧性效果 可他要让他人物充满色彩 明艳的 华丽的 高贵的色彩 但是强烈的旋转的效果 他要 所以我们会从 林布兰的画作中 可以感觉到 Kiaro Skoro 就明暗对照法的那种 那种拧重 跟深沉的那种效果 我们也从 卢本斯这边得到 那种旋转的动能 这种强烈的 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这个效果 却把光影 这个强烈的效果 把它打蛋 然后添加 带之影那种 华丽高贵的色彩 这两者都是 各取其卡拉瓦乔 明暗对照法 跟旋转的动态一端 然后成就自己艺术的大师 那我们大家再来谈 那其实呢 卡拉瓦乔这个人呢 他有很深沉的内在 这个内在 当然也受着他 骚动的灵魂所驱使 让他犯下很多错 然后闯下很多的 这个麻烦 但是他这个动能呢 最终还是要回到画部上 让他做出了 不可思议的杰作 我们谈卡拉瓦乔 他还有很多作品 因为他静物化 在当时是一流的 而且开了这个 静物化的先河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谈他的这个 很多的美丽的女子的肖像画 甚至那种朱蒂斯 夜闯敌营 砍下那个 Holo Phenis 那个手机那张恐怖的画作 我们也不谈 我们只谈他的宗教画好了 因为我觉得 跟他的人生有一大反差 形成一大反差 他在这个画完 圣马太的这个系列作品之后呢 他又画了一些使徒的画作 例如说 马上就画了圣保罗的信主 以扫的信主 以及呢 圣彼得的丁形 你看圣马太 圣保罗 圣彼得 他还会再去画圣约翰 所以他画这些圣人 是有一个 一个企图心 把这些 大画家们都会处理的题材 他也要处理过一遍 当然他还有一件作品 叫圣母之使 是稍后画作的 我们先谈他的圣保罗的 这个信主 以及圣彼得的丁形 这两件作品的 这个规模也不小 大概是圣马太 与天使这么大 是230公分 240公分左右 到180公分上下 最高到200公分 最低是175 都是这个比较直的作品 那么很奇怪 他画直的作品 一张画的是圣保罗从马上叠下来 这个身上配件的这个人 本来不姓主的 他叠下来之后 让他遭受一个 一个大的这个 这个身份 以及他这个状态上面的 这个颠仆 他开始有一个心境上转变 那么另外一件 圣彼得的丁形 我们看到是一个 一个比较窄的画面上画的 圣彼得被钉到十字架上面 那这个十字架 我们稍微有认识会知道 圣彼得因为觉得他不配 像主耶稣一样 这样子钉上十字架 说我要倒着钉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白花花的头发的老人 一个老头子 他头下脚上的这样钉十字架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 在这个接近举形的画面中 他硬塞在这个画面上 刚好这圣彼得 手已经被钉子钉在 这个十字架上面了 他手拳头几乎要超出画面 他的脚也已经钉了钉子 也要超出画面 那么他脸部的那个痛苦的神情 并我们想象中 穿越钉子那么可怖 在这里面也没有太多的血迹 我们反而看到的是 是三个这个钉他的 然后要架十字架的那个人 就面目都隐没在黑影中 然后就圣彼得的脸 我以为偏向上来 很强的一道光 打在他脸上 满头的这个皱纹 花白的这个头发跟胡子 然后他的眼神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惊恶的那个神情 然后身上果立开 短短的白布 这个是一个很紧凑的画面 画面几乎被塞满了 所以卡拉巴乔很很爱 就是说他画面塞满了 那这个人物呢 在这个很局促的空间中 稍微扭曲 稍微转动都会卡住这个画面 他很多群像都是这样 奇怪了 这个灵感 我在看米开朗基罗壁画 常有这个感觉 就是他不是画一个很宽错的 一个崇高的带着距离感 而是一个人物的手脚 几乎都要撑出画面 而这个十字架已经撑出画面了 然后要把这个十字架架起来 拉着绳索的那个人 抬着十字架的人 要把他撑起来 用背拱着背 把他撑起来 那些人呢 他们的脚啊 他们的手啊 他们的肩膀都突出画面之外了 为什么要这样画呢 就是这样子画会让我们观众 突然有一个很逼近他的感觉 如果我们距离一个事件 有一个距离 我们会看清完整的状态 对不对 如果我们很靠近 我们只能看清中央的事物 发生的这个状况 旁边我们就看不到了 因为他就超出我们的事业 这个卡拉瓦桥 以这种很大的邪度 这个强烈的光照 几乎全黑的阴影 安置了在这个局促的空间中 塞满的人物跟形态 制造一个 我们很接近这个事件现场的 一个距离感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反过来讲 就是把这个事件 把它逼到我们眼前 那所以它产生的戏剧感 就不仅仅是这个翻转的 或者是那个扭曲的 旋逻的那个造型而已 而是那种构图的一再扩张 把形体都把它截去以后 然后往我们脸前推来的那个感觉 这也是一种戏剧感 那这种戏剧感 更因为它的强烈的明暗的对照法 而更得更强 那么圣彼得的这个 应该讲信主 因为我们有时候 我们中文会把它翻译成 龟一 龟一是一个佛教用语 应该想这个以扫的信主 还有圣彼得的丁形 就在1600年到1661 1601年这两年之间完成 那就紧接着在1600年 卡拉瓦乔完成圣马太召唤 那张画手 那之后呢 过了几年时间 我觉得有一件作品 还非常值得一提 就是在罗浮宫的那一件 叫做圣母之死 这支作品很大哟 它有369公分高 其实说比圣马太的召唤 那个画作还要再高个30公分 2030公分 那宽有245公分 也是一样的宽度 所以等于是圣马太的召唤 跟圣马太的巡难 一样的宽度 但是更高30公分 那么这个高30公分 我们在这个罗浮宫前面 看这支作品是觉得 它是不必要高这么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画面上最顶端 是一大块的红布垂下来 很奇特 我们看见圣母呢 她已经死去了 就躺在一个平面的床上 她身着红色的衣衫 身旁围绕的使徒 都在那悲伤 在最前景呢 有一个女子穿着 这个黄和色的衣服 头上金黄色的头发 结的辫子非常之美 但这个女子 我们看不到她的面貌 因为她在低头眼眠而泣 这是我看过 卡拉瓦乔画诸多女子中 最美的一个 但是我没有看到她的面貌 她是一个 很温婉 很显雅 然后很宁静的一个 女子的背面 非常之美 那这个圣母呢 她有一点点身躯腐肿 是一个中年妇人 然后甚至这样画呢 因为她把它画的呢 那个两只脚 脚地板又让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卡拉瓦乔何必要把 这个细节描绘得这么写实呢 然后这个使徒围在旁边 又是一群示警之徒 所以这张图画呢 除了前面那个女子 有显雅的气质之外 这张画其实 是缺乏一种神圣感 然后唯独就是 很高很高的画面 最高的地方呢 它有一块很大的 一块垂下来的红布 那个红布呼应了 圣母身上的红袍 那么这个红袍呢 这个红色呢 它是带有象征的 神圣的含义 那这张画当然受批评 就是在当时是有 很恶毒的一个评语 说这个女子啊 画得这么浮肿啊 像是台博河里面 捞起来的淹死的人 那这个是很难听的话 那卡拉瓦乔有许多画作 其实都带有这种 受争议的这种问题啊 我们就从她画作里面看到 她从最早期的成名作 圣马太的召唤 到她很晚年的圣母之死 她都引起了这种 把混淆了神圣人物的形态啊 跟市井之徒的那种 写实的面貌 的一个不可 不可切分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也可能源自于 她的生活经验 还有她那种 必须要找真人来做模特 然后即兴描写下来的 那种才华 以及她需要这种灵感 跟挑战性的那种 创作方式 当然最后我们要谈一件作品 就是圣约翰的斩首 他在最后1608年 距离他死前的两年 画了一记非常大的作品 有520公分宽 361公分高 就相当于圣母之死的 那个高度 可是却有他的宽度的两倍 他画了圣约翰 被斩首当下的那个情境 非常可怕 就是有人拿着剑 斩圣约翰的头 那抓着他的头发 然后在这个脖子上 就流下了血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张画 大概他画了以这件最恐怖 然后在那个血的旁边 他用红色的颜料 写下了他 Michelangelo的签名 我们很少看过他签名 也几乎没有看过他签Michelangelo 而且他是用圣约翰 血的血的颜色签了 我们开始觉得 这个画家一定有 很阴霾的内在 他的暴怒 他的不平 他的生命中的阴影 跟他的种种一切 仿佛以这一件 他在死前的 1608年画的 巨大的圣约翰的斩首 流露出某种不安 我们有机会找这个图 来看一看 酒吧讲堂下课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街坑 每个人当年 请听 Brother 你不愿意 他猜你 叫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